这是最简陋的外交接待仪式 没有鲜花 没有礼炮 只因为对方是美国代表团 甚至就连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现身访问时 中国的街头小巷仍然遍布着反地标语 可正当大家以为中国无异于美国建交时 最大规模的遗仗队却悄然出场 热情的将美国代表团迎下飞机 明明是诚心诚意的想与美国建交 中国为什么不及时撤下自己的反地标语 究竟是有意为之 还是工作人员的失职呢 支持一下咱们这就开讲 1972年2月21日 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陪同下 总统尼克松走下飞机 与前来迎接的州总理热情握手 作为这次会面的间接推动者 基辛格曾在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 为美国带回了中国的建交意愿 但让基辛格没有想到的是 在中国街道旁边的墙上 赫然挂着打倒美地的标语 很显然这样的标语 对此时的中美关系是非常不利的 早在1971年访华时 基辛格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并提醒毛主席 记得在总统访华前撤下标语 难道说中方的工作人员忘记了撤下标语 还是说中方根本不愿同美国建交呢 其实之所以这样做 中国有着自己的考量 一直以来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都十分紧张 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害怕中国发展壮大 美国还曾数次联合西方国家 想要对我国实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双重封锁 也正是因此 即使二战后世界环境逐渐趋于平和 中美之间仍旧剑法弩张 处于长期对峙的敌对氛围中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毛主席便提出了打倒美地的口号 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战斗态度 只不过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交流与融合 基于自身利益 中国和美国也迎来了破冰时刻 不同于从前的国际环境 此时的美国需要中国这样庞大有力的经济市场 而中国也同样迫切需要 借由美国来打开自己的国际之路 1971年 借由乒乓外交的东风 中美两方互相交流了自己的友好态度 并传达了想要建交的愿望 甚至美国总统尼克松 还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不断让步 积极推动着中美的建交过程 所以在看到中国的反帝标语时 尼克松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为了能得到答案 他特意在会见时向毛主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面对这一犀利的问题 毛主席面不改色 淡淡的说了句放空炮 便化解了场上的尴尬气氛 似乎是看出了尼克松的不解 周总理特意解释 放空炮的意思就和美国所说的消灭共产主义一样 紧接着毛主席又笑隐隐的表示 尼克松与基辛格都不在反对之列 都打倒了 自己就没朋友了 听到这样的话 尼克松瞬间就明白了毛主席话中的意思 而毛主席对朋友二次的解释 更是让他无比佩服 在接下来的交谈里 毛主席与尼克松聊遍古今 探讨了许多哲学方面的问题 直到这时 尼克松才发现 眼前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 拥有着无人能及的眼界与智慧 无论是毛主席对反帝标语的解释 还是对哲学问题的看法 都让尼克松更加确定 毛主席所必将迎来更好的发展 也正是因此在这次绑华结束后 尼克松便正式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甚至还激动的感慨 自己刚经历了改变世界的一周 而在其后 中国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美国证明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 中国逐渐摆脱了激弱贫穷的负面印象 开始正式朝着光明灿烂的新生活迈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下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